近期你們有印象以來聽過 最新的一首歌是什麼歌 頑童大淵的那個Fatboy Fatboy Game嗎 對對對 是嘻哈掛就對了 有有 對啊對啊 趙傑倫的Mojito吧 有一點酒囉 明明酒 你真的比Mojito還酒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訪問一下大家聽歌的習慣 剛好在24歲研究指出是一個最喜歡聽新歌的年齡 近期聽到最新的一首歌是哪一首 靈魂沙發的啦 我在街上上面看聽到的 Linean 應該最新的不是這一首 可是這首我很常聽 就是Can't Find 對 這不是最新的 對 蕭敬騰的薩哈星球 那老蕭就是你們心中最經典的一首 王菲嗎 喔 王菲 OK 對 盪力火車的我很好騙 喔 算新 我是那個蠻童大雲的那個Fatboy喔 Fatboy Game嗎 對對對 是嘻哈掛就對了 有有 對啊對啊 周杰倫的Mojito吧 有一點酒囉 明明酒 你真的比Mojito還酒 真的假的 聽說女生唱歌還滿合聽的 想要聽女生清唱一小段可以 明明就不習慣牽手 為何卻觸動把手勾 我最近聽到的是景隆的布山 105度喔 那是抖音神曲的部分就對了 就最近聽到的新歌 所以你們平常就是會打開串流平台上 然後去特別聽新歌嗎 還是 不會 不會 就是聽自己熟悉的歌 偶爾 偶爾 我很少耶 我都會 新歌然後就歌都聽 但那兩首最舊的歌 不要 很丟臉 精簡的老歌 很丟臉 哪一首 吳宗憲的 沙咪沙莉拉 你才幾歲耶 超久啊 我是以前比較常會去找新歌 那現在就 現在老了是不是 對 我覺得自己有點老了 那男生平常是會搜尋新歌嗎 還是其實也是舊歌重新歌 我都在聽老歌 比較老的歌 我都是看KKBOX的白糖榜耶 我都是舊歌 那請你選出一首就是最舊的歌 呂芳的島情歌 欸 蠻舊的耶 你這個年齡怎麼... 那因為就是我們研究指出 大概到35歲左右的人呢 是不喜歡聽新歌的 所以我要問你一首 最近聽到最新的歌是哪一首 不是因為晴天才愛你 喔 理想混蛋 各自安好 也是年初的歌吧 你會去搜尋可能新歌榜上的歌來聽 還是你其實就是舊歌的歌單重複一聽 主要是舊歌 然後有時候會在新歌榜上面 就是照著順序聽 那你有真的覺得就是 老歌比新歌還動聽嗎